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事件 在中共的十九大落幕以及新的领导班子全部现身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称赞 这是习近平的一项重大成就 甚至是空前成就 而且说他简直就是中国的国王 当然这个称赞习近平不知道怎么想 不过全世界都关注着习近平今后 将如何领导中国进入下一个五年 而在整个会议结束之后 他第一个参加的重要活动 就是向所有的军事领导干部训话 指出他们未来要实行的任务 甚至提出了时间表 包括2020年要达成机械化跟讯息化 2035年要国防现代化 在这个世纪的中叶 要达成建立一个一流的世界级的军队 设定下一个时间 说那个时间一定要完成某一件事情 以作为强国强军的目标 这似乎是习近平在下一个五年政权 所标准的一大特色 到处都是所谓的时间表 他们称叫做节点 因此说到做到 这就是习近平可能未来施政的一大特色 也因此当这个星期 我们请到台湾的重要的国防关系的专家 前国防部的副部长林中斌 来为我们分析19大之后的情势时 他特别指出 也因此习近平在未来这五年 一定会对两岸关系有所作为 这些作为是什么 幅度力度会多大 很难推测 不过他认为这是乐观而正向的 理由是习近平的思考成长 跟他的世界观不同于以往中共的领导人 不过林中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性的分析 他认为这次的贪腐大将 王岐山之所以被赶下台来 或者说是裸退 其中是有很大的内心 很可能王岐山是他自己家人的 海外私产的问题所牵累 因此必须让他离开 而事实上习近平很可能很早就掌握了这点 而且决定了王岐山的命运 只是王岐山本人一直被蒙在鼓里 这一点如果属实的话 也可看出习近平本身的谋略性格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全世界所瞩目的 中共未来的习近平霸业 或者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 我们为您所做的完整的分析 带着新领导班子走上台 这一刻全世界都在看 神是十九大七人小处 唯一微笑自在挥手的只有习近平 走在他后面是低调的无声总理李克强 剩下的五个人脸上少有表情 全身僵硬又拘谨 约着五人论级别都跟习近平差一截 新平在上千名中外记者面前 介绍他们的时候竟是这样一遇待过 大家可以通过媒体渠道或渠道 我在这里就不再详细地介绍 没有特亮眼的政治明星 且通通都是六十来岁 新领导打破了前规则 没有接班人 是中共几十年来的第一次 新华社甚至报道 这些常委由习近平一一面谈 而非过去的派系协商 五名新常委中排第四的汪洋 和走最后的韩正并无实权 真正称得上是心腹的是他 栗战书总统 Comrade栗战书 走在李克强后面的栗战书 从2012年担任中央办公室主任以来 深受习近平倚重 有大内总管之称 前年11月马席会 习近平右手边坐的就是栗战书 可见重要性 今年4月川席会 中美官员对面而坐 做习近平右手边第二位的也是栗战书 而右手边最靠近的这一位 今年夜进的常委 王沪宁同学 Comrade王沪宁 习近平2013年访问莫斯科 他向普丁介绍的第一位随行官员 就是王沪宁 这位法学硕士是当今 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家 历经了三个朝代 先要辅佐过江泽民 胡锦涛 及习近平三位总书记 被称为中南海首席智囊 习近平出访英国时 曾搭乘皇家马车 当时他英国女王坐在第一辆 随后与查尔斯王子及卡米拉 搭乘同一辆马车的就是王沪宁 王沪宁和栗战书经常陪习近平外交出访 因此在重要国际会议场合 都可以看到他两半岁左右 简直是左右互访 而排在第六位出场的 是帮习近平打理4000家 国营事业人士的重要幕僚 赵乐际同志 近日常委里外界最陌生的就是他 60岁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 他是新班底中最年轻 个性低调不多化 身负习近平素贪的重责大任 打贪是习近平过去五年最重要的政绩 位高权重的王岐山立下汗马功劳 这位习近平最亲密的战友 虽超过年龄门槛 但直到公布前呼声人高 最后借林退休 前陆委会副主委林中斌 对王岐山未能续任常委 有独到观察 所以王岐山从头到尾 大概被蒙在鼓里 被蒙在鼓里 最新的消息是 王岐山那边大概美金有上兆的 但王岐山是最大一个 其他太子兰也有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未来 我们甚至看到王岐山 哪天也登上了中共的 这个所谓的素贪名单上 也变成一只大老虎 尽量不要走到内部 因为习近平到底比较忠厚 他希望在幕后把这个事情解决 把钱交出来 就在世纪十九大闭幕前 习近平还把习近平思想列入党章 英国《卫报》甚至形容 习近平的地位超越毛泽东 他还进一步勾勒未来五年蓝图 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2019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消费 未来五年他一年一年的数似乎早就胸有成竹 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新领导班子亮相后 习近平率领党内大佬及前后任常委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两千多位党代表 党代表们围成超大的圆圈 习近平走向他们握手 现场掌声不断 就这样一直拍一直拍 党代表们还抢着握手 习近平宛如中国的金正恩 热烈程度不亚于任何共产极权国家 跟在他后面是垂垂老矣 只有专人搀扶高龄九十一的江泽民 他虽努力向党代表问好 但与习近平的意气风发形成强烈对比 更后面胡锦涛和江泽民一样明显沦为配角 十九大结束后 习近平第一个公开行程 是在北京会见军方领袖 他换了装 再次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名 誓言要在2035年实现军队现代化 要在2050年把中共人民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世纪十九大闭幕了习近平一连串的突破常规 与打造世界一流的强军与经济 让中国脱胎换骨 让这位世纪领导人的影响力越来越不容不适 谈完了日本韩国跟中国之后 当然接下来是美国的川普 川普下个星期即将来到亚洲访问这些国家 而在他的行程当中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尤其对他应该具有很高的纪念意义 也就是11月8号 11月8号去年正是他的大选的胜选日 因此这是一个重要时刻 不对于那些反川普人则是一个痛苦时刻 因此目前美国网络上出现一个活动 要求大家响应 在那一天站到户外对着天空大喊川普无能 或者也要大哭也可以 这个活动到目前竟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串联响应 从波士顿到纽约华盛顿 都有人说那一天他们要站出来 现在我们看看11月8号有多少人站出来 在天空对着天空大喊川普大骂他 当然川普会有这些在意吗 他人都不在美国 当然不会在意 事实上川普这个月 这个星期还真有政绩拿出来 那就是他一直当初竞选喊的口号 要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搭起高墙 终于这个星期在靠近圣地雅各的地方 又出现了八面高墙 搭起来的吗 当然不是 这叫做展示品 跟我们台湾的样品物一样 六家厂商提出了八面墙的样子 这些最主要的就是在未来一个半月之内 将有美国的安全专家进行测试 看看谁最坚固 或者谁可以防止更多的非法移民攀爬过去 甚至连地底挖洞有可能他们都要测试 当然还有包括美观坚固的考量 未来中选的人将渴望搭建这座高墙 这座高墙将蔓延美国从加州到德州的边界 总长3000公里 当然这里的经费是非常可观的 外界估计至少超过220亿美元 不过目前川普所提出的预算只有16亿美元 哪够 不他说 反正最后他认定墨西哥政府一定要买单 墨西哥政府已经告诉川普你在做梦 而且最近距离的很多墨西哥境内的水泥厂上 已经表示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参与这个高墙计划 因此这些墙的样品出来了 未来能不能搭得起来还是一大位之数 不过这个星期川普还遇到另外一个更大的麻烦 还是来自于他的推特跟他的大嘴巴 也就是有4名美军在非洲执行的时候阵亡 而最后三军统帅对这些阵亡家属 该采取哪一些的抚慰措施 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他显然做得不够 不然就是做错 而引起了极大的社会的辩论 很多人辩论川普是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或者川普是不是对一个军人不敬的人 他都完全否认 究竟美军对于这个阵亡将士如何处理 对他们的家属又采取哪一些致敬的措施呢 我们一并来了解一下 见到这幕谁不心痛 排着6个月生育的梅西亚 带着6岁大的女儿和2岁儿子到机场 接丈夫回家 25岁的先生强森 在西非尼日遭恐怖分子袭击死亡 也让梅西亚气不成声 但就在前往机场路上 一通电话更让他为先生的殉职 感到不值 这竟是来自美国三军统帅 总统川普的致癌电话 在他接回先生遗体6天后 梅西亚首次接受电视专访 骂川普没礼貌 军人之死竟变成政治事件 全因为川普在打完电话后不久 随即在白宫每个花园 说了这句话 二人看到总统在乎克尼蒙 和其他人 etc 有些人没有打电话 有些人没有打电话 面对别人不打电话 但自己到底有没有慰问 则完全没交代 随后与一双同车 前往机场的黑人议员 跳出来爆料电话内容 川普总统的同理心 成了军人悲剧的焦点 但更令人傻眼的还有美国军方 美军战死宁日至今已过24天 军队上上下下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10月3号 12名美军包括强僧在内的四名特种部队 绿扁帽小组和30名宁日士兵 一起到宁日北部通戈村执行侦查任务 但就在隔天回程的路上遭到埋伏 IS联合党地民兵五十多人对他们持续发动扫射 但直到一小时后他们才向部队求援 五个无人机和法国幻象机在美军交火 两小时后抵达为十一万 三名绿扁帽士兵当场死亡 族内唯一黑人且最年轻的强僧则下落不明 48小时后距离基站的底线场由1.6公里远 才发现强僧遗体 遭设局还是执行其他任务失败行动曝光 而美军为什么迟迟不出面救援 强僧又为什么会落单 20天后美国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 邓福德召开记者会 一问三不知 2009年一部电影就曾以俊恩后世为题 拍摄完整过程 拍照S光机扫描后确认死因 专门离一官在进行化妆及整理仪容 换上精心制作且以佩戴勋章的军服 再由专门的护送官 护送阵亡战士的最后一段返家之路 这些疑问本该在美军战死异乡 Casualty Officer 也就是忠列官第一时间通知家属死讯时 告诉梅西亚 跟军方没多解释 就开始处理后事 传统的炮弹马车 移送官木最隆重的军礼下葬 专礼后 护送官将遗物和美国国旗 亲手交给家属 21号强森桑离结束 梅西亚始终没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这是他最大遗憾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始终是美军队家属的承诺 然而阵亡战士长官或是美国总统 或是写信慰问家属 向川普致电慰问的总统确实不多 引发重怒就在于他的态度 甚至在梅西亚还原电话内容后 川普接连发推特死不认错 还说他尊重遗伤 且一开始就念出强森的名字 但面对记者追问 脸臭不回答 而就在梅西亚专访后两天 川普又在记者追问下 为这件事说话了 原本只是好意 没想到说话的语气 反倒让遗伤更受伤 得罪阵亡将士一族 雾彩红线 总统大人的慰问电话 若老出这样的包 不如别再打了 写信质疑就好 他是坎贝尔博士 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 大约三十多年前 他到中国大陆的农村考察 发现到当地民众的特殊饮食的方式 跟他们的健康很有关联 于是他开始研发出一种 革命性的饮食观念 也就是鼓励大家吃食物的圆形圆状 不要经过人工的添加料 更不要用油 油我们对它很上瘾 初期你可能不习惯 但久了之后 这种新的舒适疗法 能的确改善你的身心健康 特别对于那些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全世界很多人开始使用之后 发觉它不仅有预防治疗效果 甚至还有扭转作用 怎么说呢 原来身体恶化的吃了之后 健康反而能够改善 这真的太棒 比吃药还好 甚至很多的慢性药也不必再用了 最大的 以最著名的一位受贿者 就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他以前太喜欢吃高油脂的东西 但后来改用这种舒适疗法之后 健康大为改善 坎贝尔博士这个星期来到了台北 我们就跟随他一路 看看他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 他怎么吃 雄壮庄严的美国国歌响起 一场大型音乐会 出现史上难得一见的画面 五位前任美国总统 破天荒的一起在舞台上 至上最近的 今年71岁的克林顿小布希 先年93岁的卡特老布希 加上今年卸任的欧巴马 为德州飓风灾区募款 这五人当中 就有三人 有心脏问题 又以克林顿最为严重 虽然不是年纪最大 但克林顿却是唯一做过心血管绕道 以及血管指甲手术的前总统 早在2004年9月 新书的巡回宣传活动中 突然发生剧烈胸痛 被紧急送医 当时才58岁就有四条心血管堵塞 克林顿紧回命 没想到六年后 健康又亮红灯 心血管再度堵塞 医生紧急放置支架 让血流恢复畅通 当年的体态不算过重 还有固定慢跑运动习惯 心脏状况为何会如此差 问题出在克林顿的饮食 当总统时 汉堡牛排来者不拒 高油脂 高热量食物 是克林顿的最爱 难怪不到60岁 心血管的年龄 跟老阿贝没两样 想抱孙子的愿望 都还没实现 第二次心脏手术后 他痛定思痛 改变饮食习惯 我基本上是一个核心的食育 我活在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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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核心 它改变了我的脂肪 我失去24磅 体重回到高中时的水准 血管也不再堵塞 同年7月底 克林顿晚着女儿去而喜 带着她步入结婚旅堂 2014年9月与去年6月 第一个与第二个孙子相继诞生 还以弄孙享受天伦之乐 Hillary和我 我们很高兴 我们很爱我们的孙子 我们很厉害他 我们如果有孙子有孙子 祝福 让克林顿脱胎换骨 安稳如愿 报到金孙 反映来自于美国的营养学权威 我所谈的食物是核心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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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都尽泄不敏 而且不添加任何食用油 我们不需要加任何油 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困难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的食物 食物性饮食 之所以坚持植物性饮食 来自坎贝尔博士早年的一项研究 1980年代初期他调查中国大陆农村居民饮食习惯 结果发现大量采用动物性饮食的人 心脏病与癌症罹患率与死亡率明显增加 采用植物性饮食的人刚好相反 因此推论摄取动物性蛋白质容易罹患高危险慢性病 回到国内大力推广并将研究结果写成书 教导民众全食物性蔬食的好处 许多人遵行之后果然有明显效果 身体不会过重 血压 血脂与血糖维持正常 如同克林顿一样 原本有的慢性疾病都不必再吃药 不仅推广健康饮食概念 身体硬朗的坎贝尔博士 自己也奉行全食物性蔬食 三十年无一日 十月底高龄以83岁的他特别来到台湾演讲 我们跟拍了他的饮食 他早餐 吃的清淡 以不加牛奶的全果类及水果为主 中午则会吃大量的蔬菜 晚餐当然也如法炮制 让他几乎不神病 没有人从我的知识 真的做这个 然后变成不健康 所以为什么不做 这里掌声欢迎谭佳博士 拒绝肉 淡奶 给出许多传统营养观念 不止一次踏上宝岛的坎贝尔 希望借由一次次的分享 将正确的饮食概念 传授给世人 虽然如此清淡饮食 对很多人来说少了生活乐趣 但从美国总统成功捡回命 多吃蔬果的确好处多多 天大地大都不如自己的 最大 美国最大的网络电商Amazon 刚刚宣布他们今年第三季的营收 是437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足足成长了34% 这么好的成绩怎么来的 当然是他们不断地扩充到不同领域 还有就是不断革新 不断地抛出新点子 这个星期又抛出一个新点子 引起大家注意 那就是不仅送货到府 而且送进家门内 谁送呢 送货员送 你不需要在家 送货员会自己开门 送货放好之后 自己关门 哇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弄个贼来怎么办 很多人觉得这怎么可能 但是Amazon表示 他们在美国很多城市 已经实验了很久 因此这次是全面性的推动 因为这个装置很简单 你只要花250美金 装一个所谓的智慧所 这个智慧所可以用手机的程式就开启 开了之后呢 你的手机会响应 而且门内会装有一个特别的摄影机 立刻转播 传送出给你看到 谁进了门的全部影像 以及包括最后门关好了没有 Amazon表示 这个服务不仅为了送货 将来你的朋友进来 或者你家里还需要其他的任何服务 都不再需要钥匙 可以说进入一个无人管理化的家庭 其实最重要的竞争因素在于 Amazon在提倡一个 把商业服务的观念 变成一种人性的经营关系 换言之 把Amazon变成一种伙伴的信任 如果你会把你家里的钥匙 交给你信任的朋友 那why not交给Amazon 这样子将来的顾客 跟所谓的业者之间的信任感 将难以打破 这正是Amazon所要推出的目的 不到目前为止 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嘲笑 这能不能呢 你可以自己问自己 如果有一天 把你家里的钥匙交给快递公司 你干嘛 一名标情大汉走向一户住家门口 拿走两个包裹 还大摇大摆走回自己的车子 根本目中无人 这就是近几年 泛滥猖獗的门廊大盗偷窃案 难以置信的是 七个月后 同样地点又发生相同案件 屋主虽然公开监视画面 判各界指认 但歹徒依旧逍遥法外 类似窃盗案层出不穷 职业摔跤明星或磕或根 也是受害者 四名年轻女子 把放在家门口的包裹拆封 直接拿走里面货品 甚至连满头白发的老太太 也忍不住手痒 恶劣行径 监视器录影机全都录 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美国去年总共发生 1100万件门口包裹窃案 小偷之所以有机可乘 因为多数送货员 遇到收件人不在家时 会直接把货品放门口 于是趁机偷窃 假日期间尤其严重 解决问题 电商龙头亚马逊亮新招 10月底推出崭新智慧钥匙送货服务 标榜的就是你人虽不在家 但是货品不在放门口 而是直接放在家里面 用Amazon Key 一个新服务 使用智能新钥匙 钥匙用智能新钥匙得先花250元美金 准备三样东西 可以Wi-Fi连线的云端摄影机 三种智慧门锁 以及手机应用APP 一旦安装好摄影机与智慧门锁 你在送货时就可以采用智慧钥匙 送货员来到你家门前时 会先扫描包裹上的条码 总部则以远端遥控启动摄影机与门锁 接着送货员再以手机APP感应开门 货品送进屋内后 送货员再用手机关门 重点是你如果不在家 手机会及时收到讯息告诉你货来了 还可以同步收看云端摄影机拍摄的送货画面 客户们会喜欢这些便利 很多人也会喜欢这些保持的地方 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去送货员 但问题来了 你如果不在家 会愿意让陌生人进到家里面吗 我并不想陌生人在家里面 亚马逊公布这项新服务后 网络覆评如潮 除了陌生人进到家里 觉得可怕 甚至有人担心 家里养的宠物 会不会因此从门缝里逃跑 虽然亚马逊强调 智慧钥匙送货员会先敲门 确保无人在家 而且只能得到开一次门的密码 但是无法保证 屋主隐私不会因此外线 因此除了送货 还计划透过这套系统 提供包括待客遛狗 甚至家庭清洁等服务 说穿了就是智慧无人管家概念 而早在9月 沃尔玛就和智慧门锁厂商合作 消费者在网路下订单后 收到指令的送货员 取得开锁密码 就可以直接进到家里头 将输果杂货送进冰箱 但智慧钥匙系统 依赖网路连线 资讯安全成为极大隐忧 尤其是无孔不入的骇客 即使富贫多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亚马逊为人类生活解决问题 提出多项大胆创新做法 新的送货服务 目前将只限于prime尊贵会员 在全美国三七个大度会区实行 未来是否扩大推广 才要看接受程度 你能接受陌生人 在你不在家的时候 进到你家吗 如果你说yes 那么这项服务 很快就会普及